各位觀眾晚安 我剛才問問小孩香港有沒有放假 華盛頓那邊下雪 基本上都沒有人上班了 我在參監市 昨晚跟那幫手足 他們真的很熱情 差不多三四十人請我吃飯 在機場那邊 很多還是新的 剛剛參加了他們香港館 他們有個香港館 那幫學生真是不錯 昨晚我還跟印度總領事開了四個小時會 談一下怎樣合作 因為印度現在跟中共根本是死手了 他們實際 但是印度真的非常不了解中國 中國都不是很了解印度 因為他們以為有一個喜馬拉雅山隔著 永遠不會有什麼的 誰知道現在真的兩邊都在爭兵爭到離譜了 印度剛才跟普京那邊簽了軍備 我猜他現在買兩邊 又買美國又買俄羅斯 中共那邊派了無人機去邊境那邊 所以很緊張 非常緊張 那些細節我不好意思說 有些是保密的 但是我們跟他多方面要合作 對付中共呢 所有跟中共國不去的那些 我們都要大家要跟他結民合作 這個就是我跟他 還有我猜我們五月份 他會請我去印度那邊 他拿我上去那個所謂國家的電視台去訪問 因為沒有什麼人說關於中共的事 我們都有 但是英文我比較好一點 所以就請我們去 有些話你如果有空就去印度 挺值得去的 那順便呢 德里就是他首都 那接著呢 他說離開那個達拉薩蘭 他們讀法不懂啊 達拉薩蘭 即是那個達拉那裡 我們都應該去見一見他的政府 我讀過一年印度史了 我專門寫過一篇四萬多字的長論文 19世紀說的是 英屬印度裏頭 當時是各種制度的建立啊 所以不過是很多年以前了 所以印度呢 18、19世紀的歷史我挺熟悉的 20世紀呢 是不合作運動的歷史我很熟悉的 但是呢 獨立之後的歷史我就看得很少了 原來印度還沒獨立之前 1912年就在三藩市 剛剛昨天 他是周年幾年來的 1912年就在三藩市開了一個獨立會 好像當天孫中山在三藩市那樣 就是開那個所謂要獨立啊 或者日本開的獨立會 原來印度那個時候第一個會呢 關於印度要獨立呢 就是在三藩市美國支持他們開的 就是獨立離開英國 他原本是英國英帝國 叫英大帝國 挺有趣的 那他們呢 就很明白我們香港的情況 因為他以前都是英國殖民地嘛 那我一開始我就跟他不是很客氣的 我說 咦 我不是我一般的贊成金地而已啊 你的國父了 他說 我們現在香港報到的問題呢 就不是英國在背景 我們分分鐘呢 就分分鐘 如果需要動武就要動武了 那個實際那個總領事是情報的 他管了整個西邊的 管了整個美國西邊的 而且呢 還有一樣挺有趣的 現在呢 西岸那些大公司 那些high tech公司 所有的CEO 全部是印度人來的 差不多 難道沒有例外 那些鬼佬啊 那些白人呢 就是不想做啊 那些壓力太大啊 白人覺得壓力太大 而且呢 又要politically correct 又這樣那樣 所以拿那些CEO的位置呢 讓了給那些印度人做啊 你有沒有發現 差不多八九成都是印度人啊 因為印度最近幾十年啊 他的高科技教育很成功啊 印度 我一下記得什麼學院 總之就是在新特里呢 他那個學校的理工工程 特別是電子工程教育啊 是世界一流的 那當時就是我讀書的時候呢 都很多印度學生來的 就是哈佛 哈佛 MIT 整個都是印度學生的 全部都是畢業的 現在過了幾十年呢 都是那些大公司的頭 而且這些印度人呢 印度人給中國人的優勢啊 一方面他們就是做數理那些很成功 就是跟中國人一樣 另外一方面他們英文啊 他們英文啊 法律啊 就是在這個方面呢 就比中國人的教育底就好很多 因為中國人來到呢 可能會做很多技術的東西 但是對於管理 對於文化那一層 對於法律在運用語言方面呢 就遠遠不如印度人了 是 但是印度呢 所以他們做了CEO 現在那些大公司Google啊 Twitter啊 Microsoft啊 都做了CEO 那這幫人呢 因為你知道印度現在和中共在這裏過不去嘛 在這裏打仗嘛 所以他們是很反共的 很反共 但是呢 他們就很不了解中國 因為他們以前以為有一個喜馬拉雅隔絕呢 就什麼事都沒有的 誰知道現在這麼嚴重 就是簡直是分分鐘是打仗的 那裏很嚴重 那個導火線很嚴重 所以現在呢 他們很想了解 了解中國的情況 尤其是中共的情況 那我呢 現在一個禮拜呢 就做一次 禮拜二 每個禮拜二呢 就對印度 用英文呢 做一次節目 那實際我講的東西 你們都知道了 但是對他們來說很新鮮啊 就是他們不明白 印度人和中國人差很遠的 除了一點點佛教 就是他對佛教 他的佛教已經差不多是歷史的了 印度很難找到佛教徒 除了石蘭那裏有佛教徒之外 整個印度很難找到佛教徒的 就是我有時間 你真的有時間 你可能對佛教和印度教之間的問題熟 對不對 根本他們是印度教來的 我講話 如果我講這些問題 就是很簡單的事情 就這樣了 因為英國進了印度 英屬印度那時候 他是以斯蘭教來的 印度是兩部份的 一部份是帝國的直接統治 另一部份是斯邦國 就是小王國 英屬印度 後來英國人佔了印度之後 他的小王國全部是保持自己的國家政權 那這裏就是佛教所有的國家自己分了出來 有很少 像不丹那些是佛教國家 就是很小 尼泊爾不丹就沒有進入印度 就自己成了獨立國家 因為佛教和佛教是印度教的一種昇華 印度教是一種 從原始宗教的發展過來 他是比較多神教 有很多故事 佛教就是屬於一種修行上一層的宗教 所以佛教去了中國 印度原來的佛教 去了東南亞那邊 更多成了小城佛教 去了東土大堂那邊 後來成了大城佛教 就更加和佛教都有很多關係 這些歷史都不用說這麼多 但是無論如何 印度教 而且不是只有印度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伊斯蘭教國家 因為印度有大量的伊斯蘭教徒 好像1.6億 印度是世界上最...所以印度的宗教融合做得很好 因為印度教不是一個完整教 它是很多教派的 所以它的寬容程度是相當高的 英國人去了印度之後 將英國的法制系統引入了印度 之所以印度可以相對和平地獨立 我不是說印巴分子都死了50萬人 這是另一回事 但是它可以相對來說 推翻英國 從英國之下獨立 它是它的和平非暴力是有基礎的 因為最後你想想1931年金地做運動的時候 就叫大家去爭取坐牢 我們是犯你的法 你的法不對 我們爭取坐牢 共產黨之下你坐牢 它真的一片迫害你的 英國之下的坐牢是受整套法庭的程序 當時金地自己要坐牢的時候 它在法庭上認罪 它說我認罪 我下月做了這些 法律是一個惡法 當時判它的法官 印度人是法官 法官一面宣判 它一面自己流著眼淚 所以整個法制 它逼法律改變 從共產黨完全不是一回事 共產黨是無法無癫的 所以我們現在說的 不是說不同意金地 而是金地是印度人 但是金地同事是英國培養出來的律師 是的 在南非 和南非開始的非暴力這樣 因為英國在這種制度之下 你有非暴力不合作的基礎 共產黨之下是另外一回事 我都可以再說 實際上香港那幫泛民 現在坐牢的那幫人 基本上都是在走 他們當然看了金地的歷史 基本上是走過這條路線 但是共產黨 就真的不是怎麼走這條路線 對付共產黨就不是怎麼活動 不過挺有趣的 他們的印度人真的挺有趣的 我們昨天開會四個小時 其中一個人很有趣的 他們只吃到什麼程度呢? 原來糖都不准吃的 那些甜品吃 糖都不准吃 到這個程度 就是他們那種宗教裡面 真是遷門很多門路的 講不清楚的 還有講一下 又跟我說astrology 他們相信的 印度的所謂天文化 占星術 中文叫做占星術 是 原來我差不多全世界是最深入的 先進的那些 我都不知道怎麼說了 但是他們真是相信的 他們說接下來會發現什麼 真是說的 我們中國人就懂得一點點 就是說 他們只是看著什麼星 什麼星 就真是有整套理論的 還有他們有整套學問的 他問我信不信 我都不懂得說 我說我聽聽就算了 你信不信 我也不喜歡說謊 不過印度這件事情 不是說謊 整個灣區有300個billionaire 印度的billionaire 你不要小看他們 還有他們都很聯合的 我的思維很聯合的 還有因為印度現在跟中共過不去 他們這幫人很明白 所以就真是幸運 為什麼呢 整個灣區基本上中共滲透很厲害的 但是很幸運就來了這幫CEO 但是他們差不多這陣子 Microsoft、Google、Twitter Twitter不是剛剛進來這個新CEO了 就開始在那裡撿 撿回怎麼樣 他們連特朗普都敢買 所以他們開始撿 基本上就走回反共的路線 保守我就不敢說了 但是起碼印度人都大部分 就是跟中國人一樣大部分是支持民主黨的 因為少數民族 你要先跟他們說啊 為什麼兩年 你的Defense那些一個都沒有升啊 那裡我正在做功夫 那裡我暫時不公開 他們呢 我正在做一輪功夫 就跟Google打官司就不太好 我們就用這條渠道 他說他負責搞定 但是叫調查 不是 要調查 就是原來呢 他就判了那些這樣的監控 這些這樣的所謂 叫做什麼 censorship 叫做什麼 中文叫做 就是審查 審查制度 審查是嗎 審查原來判了給一間新加坡公司 那新加坡你知道呢 當然要找一些便宜工 當然要找一些大陸的那些 它叫做keyboard warrior 就是建盤的戰士 鬥士 那些人呢 實際就是大陸那些人在搞事 上面這邊判了出來就沒有怎麼理他們 那些人呢 就又黃標啊 又封我們那些網啊 這樣那樣 我們香港人都被他們封到的 不只是說普通話那些 就是他們這幫星期二 這幫人被人封到這幾天不清楚 差不多八成九成了 就是差不多如果真的靠他那份薪金來過日子 你就玩完了 你聽吳電文啊 還有所有那幫法輪功那幫人被他封到 什麼江峰啊 林什麼超啊 那些被他封到一頭了 最厲害的是張淳他們做了一個北美保守評論 是經理國政治 他們是很客觀的 什麼事情都這樣說 這邊的觀點 整個頻道被人封了 你找一些證據給我 我有辦法對付他們 那我就跟他們 他們都很想跟我們中國人合作 就沒有找到對口 你知道他們找到那些人都是 尤其是這個席谷那裡 全部都是共產黨來的嘛 共產黨滲透很厲害 那我們是唯一 我們那幫人跟我們有關係 那幫人法輪功啊 我們啊 還有香港管啊 那幫人唯一是反共的 他就跟我們聯合在一起 那挺好的 有很多其他合作項目 我以前就說 還邀請我們五月份去 又去他的德里 德里中文叫什麼 德里啊 德里 德里 德里是首都嘛 德里 首都是新德里 德里嘛 德里旁邊嘛 哦 兩個很近的 就是他的城市 莫惡於王朝那時候 擴大了過去 是 哦 我呢 我去印度 我也去過幾次 我就去南邊 去那個 那個班加勒 班加勒 就是它那個high tech中心 班加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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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加勒是他們的那個 高科技中心來的嘛 是啊是啊 那這幫人呢 我以前請了四個 印度人做伙計 就是那裡招過來的 南邊喔 南邊的印度人是黑色的 北邊的那些是半黑色的 就是咖啡色的 就是南邊 再北邊的那些是白色的 那些是純種阿里安人來的嘛 就是全世界最純種的阿里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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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從北印度過去 它是應該從烏拉爾山脈那邊過來的嘛 那是全世界講白人 從那個圍傳 從DNA講是最純正的白人 就是俄羅斯 在俄羅斯 接著去到那個山脈 烏拉爾山脈 烏拉爾山脈 然後南下 日南下一部分再中阿這樣 那個人總 總之我講的不是很全 不過你們不要有膚色歧視 反而南邊 印度南邊 那裡是非洲脫出來的那裡 那些人呢 那個數學 他們說在美國 所有那些搞財經的都是這幫人 都是印度人最厲害的那些教授 所有人都是非洲過來的那些人 現在從DNA計算 他是從澳大利亞那邊過去的 和澳大利亞那些土著黑人 基本上從DNA看是最近的 哦 就是五萬年以前從澳大利亞過去的 人家都說 哇 澳大利亞跟著小島 一個個島過去的 所以他們現在的DNA研究 可能我都落後了 現在我有時間看 但是他們南印度的人 是比較早到印度的 所以原來數學最厲害就是南部 軟件 你知道 每個人都知道印度的軟件很厲害 又是南部 不是北邊 還有高科技 全部在印度的南邊 所以千萬不要歧視它那些 複色黑人的 沒有人歧視 他們自己以前的人歧視 我們老實說 不是 香港人都很歧視的 對印度人是很歧視的 我們叫摩托叉的 不是 你們說摩托叉 現在是北邊那些順德省的人 順德省的錫黑教徒 是兩回事 完全不是一回事 因為錫黑教徒 包紅色的紅頭 有紅頭摩托叉 香港人叫做 錫黑教的人 是只有印度人口的2% 但是他們是勇武士來的 所以以前他們順德省 他們說最打的就是那些噴托 我們香港還有一些 龐遮鋪 龐遮鋪 龐遮鋪那邊 就是那個綠色革命那邊開始的 後來它有2%的人口 就供了全國一半以上的糧食 很厲害的 那個70年代的時候 綠色革命那邊也是有它 就是農業方面有它很多什麼 但是你知道印度人 世界上一個數學上很重要的一個貢獻他們做的 印度人發明了零 數字是零 零 以前印度人發明這個之前 沒有人有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有 只有1萬一億都有 但是沒有零 但是零對於數學來說 是一個革命性的轉變來的 所以印度人發明的 尤其是數碼化 就是零一零一全部 是啊 但是那個概念那個零的概念 印度人發明就是傳達阿拉伯 阿拉伯傳達歐洲 這樣才有現代數學 哦 就是他們那一套東西 就是我們就不是 有一點點看不起它 實際不是簡單的 那一套東西不簡單的 它又是不明白我們中國人 我們那一套東西又是複雜到雲的 它那一套東西一樣都不簡單 還有它有些 那些宗教性質在這裏 還有些什麼 你剛才那些聲符那些東西在這裏 很多那些成份在這裏 是啊 我從來好看得起印度人的 我沒有 你說看不起我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們香港 我們香港真的有些 不是中國人 尤其是香港人是有些歧視的 真的是有些歧視 這個是事實來的 我就是不對的 這件事情是不對的 但是真的 在植谷 他們的地位 遠遠高過我們說的 大公司的CEO 管理不只是直谷 他們在政治上 你看他們 原來也不說民主黨那邊 少數多 共和黨那邊 你想想哪個印度人 原來那個南卡的州長 是不是在聯合國大使那裡 特朗普的聯合國大使那裡 那就是印度人 那個死了 另外原來那個做過議員後 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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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選 我挺好的朋友 叫佩尼 那當然最好笑的是那個副總統 副總統就半個印度人 他也不是那種印度人 他是加勒比海那種印度另外一回事 又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我昨天搞清楚了 他也半個印度人 半個非洲人 所以奧巴馬覺得他跟他很近 奧巴馬也是 他不是印度人 半個非洲人 半個非洲人 不是啊 那個副總統的印度 他父親那邊的 那個不是印度出來的印度人 是加勒比海的奴隸貿易者 所以他的祖先是加勒比海 從英國跟著來的 印度在加勒比海做奴隸貿易者 那些人來的 是不是加勒比海人 好像加勒比海人 加勒比海人 加勒比海人 但是那些印度人很多移民過去那邊 都是英國那邊 所以他的祖先是奴隸貿易 就是奴隸主奴隸貿易 買賣黑奴的人那裡出身的 他的祖宗那裡 所以他跟奧巴馬是很好的關係的 那幾件事情我昨天說的 就是告訴你 他是躺上去的 但是以前他老母在世之前 就管得他很厲害的 就是正統的印度的那種家庭的管教 誰知道他老母死了之後 就慘了 這傢伙就是大解放 大解放就誰都睡 一直睡到做副總統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我現在開始和他們深入了解 對他們深入了解 不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現在 你知道我唯一的能力 就是沒有什麼學問的 就是我真的在旅行 我只是聽人家說話 我聽人家說話 我一輩子人的所謂知識 全部都是聽回來的 那個副總統的名字 是印度的名字 印度的意思 他問他什麼意思 他說蓮花 什麼花 蓮花 蓮花 他們印度人很喜歡蓮花的 他們覺得蓮花很漂亮 我們中國人也喜歡蓮花的 蓮花是一種純潔的象徵 出乎泥不染 所以佛教很重視蓮花 佛教認為 因為蓮花它有個轉 因為蓮花 你從偶在泥堂裡 到出來是蓮花 到蓮堂 它有一種轉世轉的那種變化 那種奇妙 所以佛教有很多故事 就是講蓮花經 蓮花 蓮花 在這裏不要說 因為我過去幾個月 一直在這裏做節目 每個星期二做節目 是印度人看的 做英文的 反應相當好 因為我這樣做的話 所以總領事就說要見我 就要安排我們五月份去印度 他原本想抓蓮佩奧 我看看他可以不可以 因為蓮佩奧那個 印度遠了 你明白嗎?去一去不簡單的 那就可以不用隔離 什麼都不用 他就可以安排一些大的活動 印度基本上他用這套東西 都是叫做什麼? 群體免疫 群體免疫 所以他就不怕了 他已經病完了 病得上五月份病得七彩 每個都感染過了 所以那些人反而有變異能力 他想請我們去 有幾樣東西我們合作的 就要跟他說 因為他們很佩服蓮佩奧 蓮佩奧是搞一個四方聯合 請了印度進來 是蓮佩奧安排的 接著整件事 就是印太人 原本只是太平洋 就拉在印度一起 他們很佩服 但是他們對拜登可能有些意見 所以最近就找 暴京簽了一個很大的買武器 我就跟他說 你們這些武器不行的 那些俄羅斯武器 什麼 但是他說他現在 原來那隻什麼 超音速的東西 那個技術呢 中國那些超音速 都是俄羅斯那邊偷回來的 他說他們都有些好東西 當然你這麼研究 這麼久 當然是有些精品的 我們幾方面跟他合作 第一 原則上就是因為他是反中共的 我跟他說清楚 我說中共是不等於中國人 你反共還反共 你不要反中國人 大家先拿這個問題 說清楚 第二 我就說 我希望他 國會那裡開始談 就是中共的犯罪集團 他就沒有東西靠中國的 他就沒有東西靠中共那邊的 所以他夠膽講 他基本上的經濟 跟中國是沒有一件事 那就完全是 他沒有東西靠的 所以我就要在 在印度的國會裡面 開始談這件事 如果過了當然好 說是跨國犯罪集團 接著我們跟他一起搞個大外宣 他也是 印度也很 就是 他沒有野心 你明白嗎? 所以周圍的國家 實際上跟他有關係 泰國的文化和印度很有關係 一個緬甸 小成不交 和文化很有關係 但是他沒有去 他一點影響力都沒有 他沒有野心 中國有野心 所以我說你們真的要做些事情 如果不是呢 你孤立 被人給中共孤立 那我們要跟他做 他想參加我們 我們準備搞個 就是對付大外宣那些這樣的事情 他就很想參加 他說完全沒有問題 還有安排我們去到印度 就在主流電視 因為他很多電視台那些 是他國家控制的 他全部可以搞得到 到時我幫你請多個客人過去 是嗎? 我現在不出聲說他哪個住 說出來大家就知道 但是他是最早 911之後他大力推動美國和印度發展關係 取代和中國發展關係 這個對當時布什政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我是很好的朋友 我到時下來我跟你說誰 但是 我就問問他 我說你們印度的人工怎麼樣 他說問題呢 印度呢 因為他是一個民主國家來的 所以工人的權利 工人的權利 是很著重的 中國你知道工人是沒有權的 唯一你有權就是加班 加班 加班 所以他們印度都記住 你做過的勞工 AFCIO AFCIO 所以你都應該明白他們 不錯的 他們說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做得到 好像在大陸一樣 但是他們每一個幫 很多幫下面都有特區的 都有工業特區的 挺有意思的 現在印度的 中國的工資不低得過印度的了 就是中國這年 因為下一代不做 這個我可以慢慢說 我調查過 那中國的工人的工資升得 人工不低的了 所以中國人工現在比起 遠遠高過越南 馬來西亞 和東南亞一些地方 更加遠遠高過孟加拉 所以孟加拉 現在最近這個地方 可能工資最低的地方 是 那麼印度的人口已經超過了大陸了 是啊 他們很怪英國人 他們很怪英國人 他說拿英國 拿印度變成三個國家 東印度 不是 東巴基斯坦 西巴基斯坦和印度 現在變成了孟加拉 巴基斯坦又分了 原本我們很大的 現在變成 還有他們說話 他們這幫精英說話 跟我們了解到 原來甘地 你知道甘地 就是那個家人 尼克魯那個家人 他們是很不喜歡他們的 覺得他們霸著那個位 所以那個民主 你說是英地拉甘地 不是姓洪甘地 兩回事 是尼克魯的女兒 對 尼克魯那個家族 一直霸著那個位 所以印度覺得他們沒有民主 他們說呢 七八年之後 才開始 就是他們那個 那個什麼 甘地夫人 兒子死了之後 被人謀殺了之後 才開始有所謂民主 英地拉甘地本人 被人謀殺了 兒子也好像被人謀殺了 兒子也死了 兒子也死了 而且他的媳婦 後來要接 國大黨那裡 很多這些機吉 因為尼克魯家族是北印度的婆羅門 所以他們是最高總聖 下面那時候 很多人就怪他對推動這個消除總聖 歧視就不夠有力 尼克魯本人是律師出身 他是姓洪甘地的助手 那時候他家裡很有錢的 那時候人家攻擊他 他家裡的衣服都算送去法國洗 他立即說不是 實際上是貴族來的 貴族來的 就是北印度婆羅門 克什米爾婆羅門出來的 所以幾有私 他邀請我們五月份去 我看看 我都很有興趣 真是值得的 他說有幾個地方要去的 第一就是德里首都 然後要去達拉那個地方 達蘭薩拉 要見一見達拉那個政府 不是 達拉就分開了 政府和宗教分開了 上一屆的執政是我的同學 印度原來哈佛出來的 反而印度和他們西藏 就是達拉那幫人的關係相當好 他們那裡比我們還好 我們不知道多少倍 跟著就要去玻利活 就是印度的荷里活 那裡他說很值得參考 他就很支持我們這個所謂 我們想搞個差不多等於是 Liberty Media自由的平台 我們現在搞一個全世界 就是不要說我們不想說 說那麼多別人說 不要說那麼多 不要讓共產黨知道 你說得太多了 那就很支持我們 可以說我們每一樣東西 他都很支持的 就是他想和我們聯合對付中共 說到最後這麼簡單